Baronis是来自日本的品牌,名称灵感来自希腊神话中的男女战神,设计风格多追求光荣、尊贵、成文等印象,服饰均专位注重身份表征的商务人士打造。 品牌更严选欧洲进口的蹄花布料,蹄花的颜色略深于衬衫布料,图案细小密集却依然维持稳重沉着的印象。 至于衬衫本身则采用类似断面材质的布料,衣服质地柔软,触感滑顺,照到光线时还会产生雾面亮泽的效果,让人不禁联想到达官贵人们的奢华衣柱,商务场合穿能展现尊贵气质,当作休闲服穿也帅气有形。 整体以黄色调为底,衬托以你真风格描绘的棕榈绿叶,与双色服三花,看起来不会太过夸张。 难搭配,既有春季绿叶新雅出现的印象,又拥有让人联想到夏威夷,休闲氛围的图案,一余,春夏两季穿着。 麒麟口也采用经典的古巴领,不仅提升衬衫的精致感,也增加与内注,裤装搭配的广度。 相较于一些前卫的几何设计,这种你真风格的插画不仅更耐看,主体也明确易懂,不仅拍照美观,还能展现当下愉快放松的氛围。 值得一提的还有,本款所使用的环保面料轻柔舒适,十足亲肤感在夏日能令人加倍自在。 创立于美国布鲁克林的John Henry,将欧洲精致时尚的作风,与美国当地潮流完美结合,以自创的独特版型,大胆的撞色设计,获得美式经典服饰创造者的美誉。 而它最经典的系列莫过于古巴领花衬衫,比如这款以热带丛林为印象的下衫,颜色清爽缤纷,除了有香蕉、棕榈叶等标志性的热带意象,仔细一看还能发现藏在香蕉之间的大嘴鸟,图案充满趣味感与生命力,完美呼应外出度假的休闲好心情。 意大利品牌范伦提诺所推出的印花衬衫,均是使用单元细小的满板图案,印花本身没有鲜艳的颜色,加上极度密集的排列方式,不论是哪种花样都不会有杂乱感。 例如本次介绍的白底衬衫,其上的蓝色小印花之间缓缓相扣,远看时这些印花仿佛布料的纹理一般,看似不规则,却有一定的规律,只有在极近距离观看,才能看到每一束小花之间是如何巧妙的妥协留白。 设计素雅又不失个性,不论是搭配西装,或是休闲裤都没有违和感。 想要衬衫有点变化,但又怕不知如何搭配吗?不妨先从印花较不明显的款式选起吧。 这款印花衬衫共有黑、蓝两色,两款都以不规则几何碎块作为花样,该花样选用于底色相近,明度纤维不同的颜色,乍看之下和素色T没有两样,但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又能展现出微妙的变化性。 只需依照原本穿搭衬衫的方式就能改变个人形象。 油屋使用的布料较有厚度、领子、袖口都有版型修身却不会过度服贴,不需搭配西装外套,也有正式感,商务场合也适用。 JEEP的这款衬衫图约介于碎花及大图之间,远看色彩斑斓,近看则可发现一朵朵可人的小花,洋溢着春夏季充满生命力的气息,穿着时照搭配素色的T-shirt和裤子,就能透过对比将视觉强调于衬衫上。 虽然元素紧密且多彩,但因为用色的亮度不会太高,看起来不会让人感到过于张扬。 本件胸前还可以看到秀上的品牌logo,并有着小口袋等衬衫常见的设计,适合想尝试标准花衬衫的人作为过度。 至于舒适感部分在纯棉的加持下,也有着轻盈,柔软的特色,是一款没有太明显缺点的好选择。 春夏季节的流行中多会倾向搭配明亮,清爽的配色,而这款小碎花正是不错的选择。 其花色采用畅画风格的草绿色玫瑰,搭配粉橘色的枝条,而略低的颜色饱和度让小图案看起来更和谐,自然与浅色的衬衫相容,营造出明朗,活泼却不招摇的印象。 衬衫本体属于slim维修身剪裁,稍有腰身却不会过于紧绷,只是官方是以领围作为区分衣服尺寸依据,而不同领围的肩宽,胸宽,依,长街有些许差异,需要测量三围才能确定适合款式。 The North Face 一日式合幅为创作灵感,将泼墨风格作为主题,极有不同深浅的墨色,极不规则的留白,创造出极富文艺感的氛围。 提到品牌最富盛名的机能性,这款衬衫也拥有众多的小巧思,例如它的口袋富有拉链,能让人放心放入贵重物品,而且面料采用了防泼水的材质,就算突然下雨也不用太担心湿透而造成不适。 虽然这种水墨化的风格难免会有种老气感,但只要懂得搭配,依然可以穿出独树一格的东方美感,擅长穿搭的人不妨挑战看看。 Friends With You是来自美国加州的创意设计团队,智力以充满同趣的互动式作品,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 本件衬衫上布满生动活泼的女人画角色,颜色缤纷,却依然和谐轻快,画面看起来非常热闹,除了可当日常休闲服装,也能在同乐聚会,度假等场合增加欢乐氛围。 不过这种以可爱为主的图案,也必须要符合个人的特质,平常的形式风格,才不会产生违和感,搭配条件限制较多,适合对自身穿搭足够有想法的人。 这款短袖衬衫衫具有相对宽大的版型以及宽松的五分袖,再加上不规则散落的棕榈叶花纹,营造出一种休闲,放松的氛围。 另一方面,衬衫的底色选用黑、绿等两种低彩度的颜色,又能替衣服增添沉稳,帅气的印象。 不仅可与运动短裤、牛仔裤、垮裤等各种裤装搭配,衬衫本身也能当作薄外套,披在坦克背心、素色替外面,打造成是男孩形象。 虽然以夏威夷衫的标准而言配色有点暗淡,却也因为容易驾驭,而适合花衬衫新手尝试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